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些温暖和緊張 有很多感情 在我中心中 看得見 非常漂亮 很漂亮 提起視像 多數人第一時間想到的就是完全失明 甚麼都看不到 但其實根據香港政府在2021年發表的 第63號專題報告書 在全港接近20萬視像人士裏面 大約只有4200位是完全失明 而其餘的視像人士 都只是有不同程度的視力障礙 仍然有一定的視力 因此 很多人以為視像人士無法參與的東西 其實他們都一樣會玩 其中就包括拍照 你可能會說 看東西都這麼有難度 還怎麼拍照 最近有一間大廠商 推出了一部可以幫助視像人士 享受攝影樂趣的相機 這個新產品是一個套裝 除了本來的相機之外 再加一個激光視網膜投影取景器 所謂激光視網膜投影技術 是通過將超小型投影而發出的 三元色激光的微弱光線 反射到MEMS鏡上 從而將圖像直接投影到視網膜上 由於視像人士往往很難透過傳統的取景器 和顯示器看到圖像 而有激光視網膜投影技術的幫助 無論前眼的狀況如何 都可以令用家清楚看到圖像 這樣就可以令視像人士容易使用相機拍照和拍攝了 QDLASER的社長 坚元聰博士說到 雷射視網膜投影是一項全新的技術 在世界上首度被投入實際使用 為了表示對視像人士的支持 廠商將會承擔套裝的大部分成本 令套裝的售價不會超過相機原本的價錢 廠商還計劃與日本以及美國的學校合作 為視像學生提供這一款產品 喜歡這條影片記得按LIKE我們 分享給更多人知道 還有不少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小鈴鐺 就可以確保收到雙結學院的最新影片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